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小野现在在场上稍坐休息 我们今天现场其实也来了很多的粉丝 包括我们在线上有非常非常多喜欢小野的人 一直都在等待着 所以想请小野正式的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晚上好 我是历史沐浴系列品牌大使 我也很高兴在历史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也很高兴成为历史沐浴系列品牌大使 到历史沐浴录星庭的发布会 我看到了大家都在弹幕上跟小野打招呼 然后说小野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发现我们的人气现在就已经长起来了 其实我本人第一次看小野的作品 就是在少年的你 当时看完之后我就直接被圈粉了 而且看得出来小野表示一个非常少女的感觉 但是戏里面很强的爆发力 今天能够再次见到小野我也特别的开心 我发现小野一直都是元气满满的感受 谢谢谢谢谢谢 小野最近也比较忙 然后有很多的夜子也很久没有见到小野了 想小野聊一聊最近在忙什么呢 最近一直在剧场拍戏 同时马上也会有新的电影跟大家见面 4月28日《道鼠说爱你》上映 大家多多期待 4月28日电影《道鼠说爱你》 大家要去电影院一起去支持一下小野 支持一下作品 马上我们就有一个新片可以看了 在这里小野已经有两部带播的作品 可以说跨度是非常的大 一部是仙侠作品不新 然后也是需要在里面演出 宴回从青色修仙到心怀大爱的一个曲折的过程 还有一部曲刚刚小野提到的《道鼠说爱你》 在里面饰演了一个勇敢追爱的单高师 我们也知道《道鼠说爱你》马上就要上映了 所以想请小野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样不同感悟 《道鼠说爱你》中的角色 舒颜呢她是一个单高师 外表看上去比较温柔 但是内心非常的勇敢 会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毫无保留地付出爱 算是外柔内刚性的女生 我觉得女生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面对生活勇敢地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刚刚说到了这个外柔内刚 大胆积极追求自己所爱 时尚张扬又不是张狂 所以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也是很棒的 如果用一款相分来形容舒颜的这种性格 觉得应该是什么味道 那当然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历史的霓光来相分吧 我觉得女生就是需要一种这样的生命力 展现自己像霓光一样的闪耀 没错 其实历史也一直在用相分 鼓励我们的女性小伙伴 可以活出自己的自信魅力 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 而且呢我们包括事业爱情 我们的生活都会更加的生动 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刚刚聊了第一部作品 还有一部《星》 其实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 小野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互星》的 《互星》这部剧呢 讲的其实是方向救赎的一个故事 同时也是一个厌惠成长的故事 里面有很多爱 也有很多爱恨情仇 就是又甜又虐 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所以这个角色也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 性格上面的一些转变 在形象上会不会有一些全新的突破 厌惠的话 它前期和后期的角色 会有一些成长的变化 那在造型上呢 前期可能就是变少女一点 后期能更加成熟 所以在服装和妆容上都有一些调整 这其实也就是像《霓光木兰》一样 预后给你前所未有的一个转变和惊喜 然后展现更多变的自己 其实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 小野的日程那也是比较繁忙的 比较忙碌的 也平常要注意休息 我相信很多椰子也希望你能够多多休息 有一些比较特别轻松的一些方式啊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的粉丝们 有什么放松方式吗 像我平时因为经常在剧组拍戏嘛 那拍完戏呢 其实施工以后 我会到酒店 特别喜欢洗一个热水澡 放松一下 或者泡一个泡泡月 温度的香味混合着热气 就是感觉能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让自己放松下来 心里会更雨夜 然后洗完澡 就听听月和朋友们聊聊天 感觉一天就过去了 所以其实听起来很不错 我是一个很懂生活的女生啊 而且现在年轻人的治疗方式有很多 治愈自己 看个电影啊 吃个美食啊 开几个盲盒 而且我发现小野 其实不光光在生活当中放松生活 还很懂穿搭 其实你平常也看到了这个 小野很多 在微博上跟我们的分享啊 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感悟啊 我们刚刚也看到在出场的时候 这个睡袍底下是内藏玄机的 今天整个这一套的路非常的美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搭配心得分享给大家 关于今天这个造型 今天因为其实是春天嘛 然后春天呢 就会比较喜欢一些浪漫的花朵的元素 能够衬托出这种春日的氛围 那我今天其实选的是个我们主题 比较像的一身紫色的 嗯的泥光墨蓝的浅紫色的这样一个装法 就是今天的一个造型 就经典又改搭 对 那我注意到今天小野的装是Bling的 特别这个眼下的这几个钻 特别好看 很吸睛 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秘籍 给我们的各位想和我分享一下 其实今天的装主要突出的 就是这个BlingBling的细闪的这些钻 然后还有一些眼影 配合我们今天这个发布的主题 都是一些紫色的钻 其实大家平时化妆的时候 可以突出眼部和嘴部的一些妆容 就会像关显得更加的立体 或者更有气色一点 嗯 其实说实话 女孩子都喜欢闪闪的BlingBling的东西 是的 让每天的心情都可以变得更好了 对 也希望大家可以伴随着 一世一起闪耀每一天 小野也比较爱美 我相信平常在生活当中 小野是一个爱笑的姑娘 也是一个开朗的姑娘 很擅长给身边的人 带来欢乐些的氛围 每天都属于状态满分 我们也想问问小野 有什么样的秘籍 可以跟我们屏幕前粉丝来分享一下的 我有很多小发宝 有了他们呢 就能让我用最好的状态 呈现在镜头前 嗯 我看到大家已经跃跃欲试了 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弹幕上面 有很多的小伙伴也说 哇 好漂亮 也想知道一下 有些什么样的小秘籍 那这样 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 跟小野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就看看都有些什么 其实我拿两个比较感兴趣的吧 嗯 这两个比较感兴趣 首先就是一面镜子 嗯 那其实镜子呢 因为很方便 放在包包里 可以随时的掏出来检查一下 展现自己最好的状态 那还有一件发宝 这是氛围感的发宝 就是我们的尼光莫兰香 分沐浴乳 嗯 它的小瓶砖很方便 这个是400克的 所以我说就会放在包里 然后很就大小刚刚好 我也很重 比较方便 比如说有时候镜子呀 或者是距离游住酒店 也可以随时带着用 因为酒店里呢 虽然是自带沐浴露 但香味呢 就不是自己习惯平时用的 所以我就会带着 我自己喜欢用的 然后它里面呢 它里面呢 就是有那个墨兰的香 对 尼光墨兰的 因为它是墨兰香 还有一点点狼木酒的 这个香气 嗯 我之前也在用的是 历史的那个 欧连妹敷沐浴 它里面就是 经典 对 就是有我很爱的墨兰香 和这个里面是一样 对 现在呢 这个新出的尼光墨兰香里呢 不仅保留了 我最爱的墨兰香 而且还在前调中 加入了狼木酒的味道 然后就会让这个香味中 带着一丝甜味 然后甜又腻 洗完澡呢 感觉一整天的疲惫都消散了 真的很适合春夏去使用 超级香 嗯 春夏使用 这样我们来 我们看一个来 闻一闻它的这个味道 其实它这个味道 仅仅很适合 这个春夏去闻 最重要的是 我其实 刚刚有点闻到了 一点小小果味 果香味 黑加鲁 还有一点 浅浅梨子的味道 浅浅梨子的这个果味 嗯 对对对 还有伊兰花油的味道 伊兰花油 这个我其实平常 经常去做SPA的时候 会听到这个 然后也会给我用到 对 伊兰花油 它是一个纯天然的来源 然后是很多 超级香水里面 都会用到的一个味道 然后不仅 浓香时间特别的长 所以我们有时候 用这个历史的温月露 洗一次澡 就会香一整天 还可以呵护肌肤 让身体更加光滑细腻 每一寸肌肤 都会水水嫩嫩的 我其实已经感觉到 小野特别爱你 跟莫兰的这一款目录了 对对对对 比较上头 对对对 那说到这里呢 小伙伴们 我们的第一轮抽奖 即将开始了 我们前方第一大波的福利 就要来了 本轮我们的福利 是我们的新品 尼光莫兰 我们请直播间的小伙伴 准备好 把尼光莫兰 四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 参与我们的抽奖 本轮呢 我们要给大家 一共抽出三位 然后大家抓紧时间 刷起来 尼光莫兰 四个字 我接下来的时间 要开始给大家抽奖了 千万不要错过了 这个抽奖 也是我们今天第一次 给大家送上幸运 好 大家已经开始刷起来了 这样我就喊停 321 解图 好 来看看是哪位 哪三位幸运小伙伴 我们从上至下读一下 第一位是 COLALIII 好 恭喜第二位是 GD-DMBOGVQKJFPN 第三位是 GD-178039KKT 好 我们恭喜以上的三位小伙伴 获得了我们本轮的礼品 没有中奖的小伙伴 也没有关系 我们稍后开启第二轮的抽奖 然后呢 我们中奖的小伙伴呢 工作人员会跟大家来取得联系的 所以不用着急 同时我们今天呢 还会有非常多人的抽奖 等待着大家 大家请守候在我们的直播 记忆 好了 刚刚大家都还记得吗 我们今天呢 就是历史的 尼光莫兰相分 沐浴录的新品发布会 欲后相分 不怕夜深 历史新品的这个 尼光莫兰相 作为幽怜妹夫姐妹款 就是刚刚 其实听晓也提到了 之前他一直用这个幽怜妹夫 然后现在用的是 我们新品的尼光莫兰相 大牌的同款箱 由国际调箱师和AI调箱机器人研制的 这个点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从百款箱当中特调属于你的 墨兰姆酒调 甜而不腻 大牌香水都在家 让你洗完之后想出去还 还可以24小时持久留香 越夜越迷人 直播间的小伙伴 欢迎一键下单 购买力时目与好礼 感受奢相魅力 还有各种惊喜的优惠 赶紧来get小野的同款箱分 今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热抢 部分的产品也是第二件五折起 还有在这儿透露一下 一会儿看到后面还有机会抽到 周野的亲笔亲民照 我也很期待 希望这个小野一会儿 可以把这份信息送给大家 好了我们刚刚一直在说 尼光莫兰 屏幕前的小伙伴 可能没有什么概念 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 不同历史的沐浴产品 香氛系列最重要的就是要 遇到懂得品鉴 欣赏他们的人 我们想请小野一起来试一试 然后同时呢 也希望小野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好那我们要不要看一下 第一款 然后看第一款 同时我们也聊一聊 平时小野在使用沐浴的时候 会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其实我平时使用 洗澡的时候 沐浴露的时候 就是按下沐浴露的一瞬间 就会被历史的沐浴 香味震烤到 我会觉得哇好香啊 然后在洗澡的时候 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就会让自己心情变好 说到这里 其实历史沐浴露刚刚我们提到了 有很多不同类别的香氛 从这个浓香型到淡香型 然后从花香 酒香 还有很多像大牌香水一样的 三层色调 因为是层层传递的 然后洗澡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 不同的心情 比如说今天我可能 就是通勤的一天 我选淡香 然后晚上和朋友出去玩了呀 我可能就会写农香型 那我们这样就从第一个 之前的香氛皇后 优理媚夫开始好不好 好 给小野 优理媚夫是我之前 一直都很喜欢的沐浴露 我刚刚也说了 我一直都觉得 这个紫白色的设计 非常的优雅 这香味也是很大气的感觉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这个香味 我已经把瓶子已经打开了 我们闻一下 而且跟你今天穿的 还挺搭的 对 而且就是 现在刚好是春天到了 我在苏州拍戏 那苏州呢 其实它 有个公园 有很多牡丹花 我就偶尔就是能闻到 牡丹的味道 我觉得 幽怜媚夫的甜调 就是有点像 苏州现在初 还没有到夏天 就是盛开的牡丹的香味 牡丹的香味 对对对 然后它的中调 是有墨兰的花香 那这个墨兰呢 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加里曼丹岛 所以那种富裕的香味上 又带了一次丛林的香 比较神秘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尾调呢 还有香草的味道 所以我就是觉得 宛如像在午夜巴黎 漫不在午夜巴黎一样 所以这个香味就是有那种 中西结合 又遥远的神秘海岛 然后有温暖的 近代咫尺的感觉 我发现香草也其实对香的 这个感觉是挺独特的 而且研究得比较深 所以香草也平常会比较喜欢 自己去研究不同香心 对 而且在沐浴露的选择上 也会根据不同的 每天的心情去选 对对对对 明白 所以其实是会有一种 感觉闻到了以后 很香 国际调香大师精心研究的感觉 对而且有时候洗完它 它是能维持24小时 对就洗澡不能香一整天 而且它里面刚刚也说了 还有那个一兰花油 一兰花油 闻着也很令人心动 然后它的每层香 都有不同的层次 体现在你的肌肤上 就会让一整个人 洗去了一天疲惫 在职场生活当中 都会有一种受人瞩目的感觉 好那我们这一款 这个这位大女主的话 我们已经品完了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一起来看一看第二款 这款其实也是很经典 我觉得 小苍蓝 对 这个其实小苍蓝味道 就是有一种夏天 然后穿着连衣裙 然后长发飘飘 站在阳台上的一种感觉 我之前就是把这个浴室的 这个沐浴露放在窗台上 阳光会透过这个沐浴露的瓶子 真的非常清澈通透的美感 有一次呢 还被它的味道敬意到 就是非常高级的香水质感 同时有一种邻家少女的味道 我们也可以品品这一款的味道 就是很清晰 很淡洋的花 虾不会特别的甜腻 对 特别适合各种场合 而且我觉得男生其实也可以用的 也可以用的 然后它里面还添加了很多 超千万的爬灼因子 可疏通毛孔 这种温和的清洁肌肤 夏天到了 真的很需要安排这种清爽的沐浴 我觉得一个是小演的 对于江芬有很多自己的体验 其实演员也得有这种 对不同的通感 对香味通感 能够更好的体会和询视角色 我们来问一下下一瓶 这下一瓶的话 其实我觉得颜值也很高 下一瓶 一起来问一问 就是这款银润桃花 当然就是桃花的味道 有一种粉色的梦幻感 回起来好像就是 漫山遍也开满了桃花 清甜中呢 还带着一丝少女的气息 对 季节交替的时候 肌肤状态容易不稳定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款沐浴乳 其他里面还加了玻尿酸的配方 可以帮助肌肤保湿滋润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粉色包装的 我觉得它也是很适合夏天的 这两个同样的 我可以给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这个呢 是历史的樱花 樱花沐浴乳 它里面添加了 99%高纯度的烟纤 让肌肤透亮有光泽 其实这个我觉得洗澡的时候 有不同的樱花香 甜甜的也很不错 对对对 洗澡的时候 感觉这个用完之后 洗完整个玉米 都是甜甜的樱花的香味 夏天想要粉嫩透亮 可以试一试这一瓶 有画面了 女生应该都会很喜欢这个味道 而且呢春天夏天跟樱花桃花是更相配的 玻尿酸和刚刚我们提到的 也是小仙女很熟悉的面部级别的成分 沐浴露里面如果有的话很高级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款 我觉得夏天大家要必备的闪亮冰霜 这个我是真的有话要说 它就是整个洗完之后整个人就凉搜搜的 夏天就是一定要选它 特别的舒服 感觉像是夏天洗完澡就直接走到了空调房 然后再拿被子裹住自己来一口冰水 感觉就是鼻腔和脑子里就是展开的感觉 而且不止身体上冰 它的味道上也非常的清晰 它是小苍蓝的香味 然后或者柠檬和冰珀和 微调呢还有白色香 这里还有个冷知识 就是它里面呢 还有巴拿大的冰和泥 所以呢可以深层清洁身体哦 洗完呢也不会假花 就是干干净净 很清爽的感觉 它有一种双倍的净爽感 说到这里 我觉得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选择这一款的话呢 会让自己有一种冰川和冰雪城堡的感觉 夏天用起来是非常不赢的 所以其实丁小野刚刚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的香情啊 我也觉得我自己每一款都是狠狠的心动了 是每次我闻到喜欢的味道都会心动的感觉 我跟小野一样就工作的时候啊 包括在生活的时候洗澡的时候 如果有一款好闻香味的沐浴露 会让自己整个人都有幸福愉悦的感觉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洗澡的时候 其实是我每天很兴奋的一个时刻 也是我的一个心动时刻 今天说的心动啊 我们也专门准备了一个心动特事仪 其实小野应该也很好奇 自己这个心动的频率会什么样吧 接下来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小道具 好 这个我轻轻夹在小野的手上 好 现在呢 我要监测一下小野的这个心动数据啊 如果说接下来我们让小野来闻一闻 你光莫蓝的香味 看看心动指数变化 我们一起看看小野想不想尝试 我们先看一下 刚夹上之后 它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数值是多少 然后我们再看基础数值的同时 等待的同时呢 我们也要一起来 把刚刚那一款呢 拿来这一款 好 好 基础数值 现在我在说话 小野的基础数值也在变 60左右 保持在60左右 60加 我们请小野要闻一闻 我面前的这个 你帮莫蓝的沐浴露了 我来不开 好 谢谢 我已经看到 入职变化了 因为它真的很香 很喜欢 虽然是熟悉的味道 但是每次闻到 很心动 就像是在夏天 漫步在花海中 又像是在午夜巴黎的 路上下徘徊 因为它里面还带了一点 微醺郎姆酒的甜味 就是那种莫蓝的富裕香味 多了一丝清甜 而补你超级适合春夏 洗完澡的时候 就是自带体香感觉 然后它有一种慵懒的优雅 就是有一种氛围感 让人一见钟情 就是在微醺的日落 然后就是蓝蓝散散的 跟自己在海边漫步一样 就说的有点 形容的有点 可能有点文艺 但是真的是一个 年轻女孩子 也很喜欢的香味 以后来说 就是很好闻 好香 而且这一款是 洗一次澡就能香一整天 洗一次澡能香一整天 哇 看起来真太好玩了 因为小野的感受力也特别的强 我其实今天要不是在工作的话 我马上就带几瓶 马上回家去洗澡去了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了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Pick 历史的新品 尼光墨栏相分沐浴露 那么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已经体验了 这个历史的 尼光墨栏相沐浴露之后呢 小野跟我们也做了一个 心动的挑战 谢谢小野 那我们为什么 这款沐浴露 会让人这么的心动呢 它的背后又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黑科技呢 我们接下来 邀请到一位调香大师 跟小野一起解锁一下 尼光墨栏背后的秘密 我们今天的调香工具 也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历史调香大师 我们同时要有请调香师 桑桑桑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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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桑好 主持人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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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你坐 你好 那今天其实桑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先跟我们所有在直播间里的小伙伴 打个招呼 哈喽直播间和伙伴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见到我们的周野 嗯 然后我相信直播间的小伙伴 对我们经典款 这个幽怜妹夫的秘密 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作为幽怜妹夫的姐妹款 尼光墨栏相 那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首先呢 今年是我们立市的第99个周年 然后这个尼光墨栏相分沐浴录 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重量的新品 那立其实一直是以乡执名的 这款新品 更是我们相分科技的一个极大成者 我们一直在调研中发现 其实消费者对于立市乡的这个印象 是非常魅力张扬的 那我们当代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其实是上班下班啊 两个面孔 然后生活也非常的忙碌 很快 像小爷也是 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在苏州 拍戏忙 平常会在拍戏间隙 会给自己做些什么呢 其实确实就挺忙的 挺忙的 刚刚的桑桑说的 就是生活节奏很快 一般就是只有收工回到酒店 或者自己放松一下 就是洗澡的这个时刻 沐浴时刻 是的 所以就是其实这夜晚的时候 大家都想回归真我 不管是在家里呀 还是出去玩也好 所以我们就开了这么一款 可以在夜间释放你自己的 这个真我释放美的这款沐浴录 在我们原来幽怜妹夫的香氛基调上呢 加上了我们狼母酒香 而吸引咱们更年轻的女孩子们 带咱们去找夜生活 所以这款的霓光木兰香 它的这个香味主要是从哪里来的呢 怎么能够保持 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 洗一次24小时全天流香 它里面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分吗 还有重要的是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小野不是做了一个心动挑战吗 然后这个心动明显就是加快了 这个其中有什么样的奥秘吗 是的 刚刚我们也看到就是小野的这个心动指数 一闻到霓光木兰的香味就往上去升 那其实里面最大的秘诀是我们的伊兰花精油 它是我们纯天然提取的 然后也都是有这个论文可以论证说 它可以让你的心情更放松 更加愉悦 可以整个人舒缓下来 然后也会有这个心动啊 最后的感觉 然后很多高级的香氛相聊 SPA里面也会去采用这个技术 嗯 明白了 然后刚刚也提到说 为什么可以香24个小时 那首先呢我们这个香 它是有香籽 然后它在遇到氧空气和水的时候 它就会发生一个断裂 那我们其实是有一个香气爆珠去包裹着它 这样可以让它在释放的时候 像这个小珠子一样慢慢地爆开来 释放出来 所以流香的事情会更加持久 这个也是我们都有这个黑科技的专利 可以去验证的 那我还记得这个产品还是国际包香大师和AI调香师一起调出来的 这个是什么呢 对的对的 因为我们这个首先里面这个墨兰底调是我们的科学家在马来西亚的家里 单单岛徒步了四个小时才找到这款墨兰花 那我们又不想说伤害这个花 因为它很遥远的海岛嘛 所以就有这个科技可以把它初次绽放的香味给采集下来 带我们的实验室 在实验室里跟我们的AI智能调香机器人一起 有不同的这个墨兰啊 朗姆酒香味的比例 然后给我们的年轻女孩子进行一个测试 才调制出这个大家喜爱的一款香味 哦 明白了 我太厉害了 我刚刚听下来就是 一个是有黑科技的加持 迷光墨兰香24小时呢 它是可以持久留香的 还有一点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鹰子 然后这个猪 香气爆猪 所以是这个原因 它是一个让自己在身上留香24小时 是这个原因 是的 还有它这个香的 我们刚听到这个AI 它其实是用AI的一个技术 一起去在很多香星里挑中了这款 对 所以它是既独特 留香持久 我觉得用一个泥光小香瓶这个昵称啊 它其实也很像一个香水的名字 喜欢你不用喷香水就可以直接出门了 很适合年轻人 特别是我们现在就比较快的年轻人 刚刚小姐也提到过说自己在洗完澡之后会有一些放松 一般放松 比如说我会抵个什么香薰啊 有没有自己尝试过DIY去调香呢 没有尝试过 但天还挺好玩的 那今天调香大师在现场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可以吗 好好好 首先今天呢 我们这边是准备了我们泥光莫兰香的一个香精香水的一个基底 然后在前面准备了五款不同的香型 那小野其实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香味的底调上加点睛之笔 然后给它创造更全新的一个香味的体验出来 我们现场一起来体验一下这种调香的感觉 就是它这个是一个莫兰香的香底 然后我们就拿随便选一个 你看这边比如说有这个草细的呀木细的呀花细的果香细的 然后你可以闻一下 你可以选一款自己最喜欢的调一个独一无二的香水的味道 好我就挑这个吧 这个是花是吧 甜甜的感觉 对 然后呢 吸一点 对 吸一点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比例 因为我们其实有AI机器人也是因为你香调只是说不同的香味 然后它有一个不同的比例 我就看新奇亚吧 对对对 感觉可以了 好的 然后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里面也是进行了一个演化的过程 那之后我们会去把它进行一个更专业的处理 然后可以就是一个全新的香味香水 然后给你干 哦 所以我们其实啊 这一款香风今天压歪就算一个简单调制完成了 但是呢如果要经过天千到万选 我们才能选得出那么几种香 组合出历史给大家推的这几款香型的香味 是非常非常难的 而且也是我们品牌 包括我们在研发的时候用了很多的心思 也希望闻了之后让大家能够在洗完之后的心情都被点亮 比较舒服的感受 而且刚刚这一款我们调出来的带一点点花香型的 它也很适合我们春日的夜晚去近视调香 我其实坐在这么稍微一点距离的位置 我已经闻到这个香型溢出来了 所以也可以想得到大家平常日常在家里面 因为它的基底是有一点宁光莫兰的 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用完了以后 整个浴室里都淫润这种味道 身上也有持久香 心情会非常非常好 我们要再次感谢今天小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小月 谢谢我们的调香师 谢谢 我们回头也很期待 然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关于我们品牌 比如说选不同的一些香氛也好 选不同的香型也好 给大家推荐 前面小月收到自己很多的一些角色 每个角色都有他自己个性 就像是沐浴露的香味一样 我们今天就想进行一个角色香氛大连线的挑战 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开始吧 好 说到点我们先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小刀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有哪些角色和香味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这个调香 调香 请 好 OK 我们这样我们先来给大家先去展示一下 第一个吧 那就花钱 花钱的话我觉得 我有安相来 对 我有安相来 是闪亮爽 闪亮冰爽 为什么会选这一款 因为闪亮冰爽和沐浴露它是非常的非常的清爽啊 前调呢是 前调呢是夏日露树般清新的陈香 还有小苍蓝 搭上了一点柠檬和薄薄 清新的陈香 清新就是清清凉凉的感觉就是在全身蔓延 中调呢是清爽的百合花香调 洗完澡一整天都会持续流香 到了最后还有一点微微白色香的味调出来 嗯 赶走了夏日的年腻 然后还有闷热 这个就很像我有安相来的花钱 嗯 因为花钱它其实走的每一步都是步步为营反转人心的 嗯 延起来就是很爽很过瘾 最后一步呢 最后还是一步步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嗯 有一种闪亮冰爽的那种感觉 就跟我们沐浴露冰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那种自己走完每一步 像是一个冰山美人冰雪美人的感觉 嗯 明白了 所以其实小苍对于产品和角色的领悟都比较深入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下一个 嗯 下一个角色 那就是 雁慧 雁慧 嗯 护心里的雁慧 那雁慧的话我会给他 嗯 小苍蓝 小苍蓝 对 嗯 为什么会选苍蓝呢 因为小苍蓝它是有一种很特别的绿叶花的香点 嗯 完全有不甜腻 不甜腻 那草木香调和清新的微甜花香结合 就像是走在春日的清晨的花园里 那它的前调是柑橘白茶破合十分的清爽 到了中调才是零蓝和小苍蓝的清晰花香调 嗯 尾调呢则是草木的香味 而且植萃系列的沐浴露还添加了茶树精油 洗完之后皮肤会非常Q弹清透 其实这个就像雁慧了 雁慧因为是一个神采非常的少女 内心呢 其实非常的单纯 但同时又是一个个性很丰富啊 就跟我们香一样 就是它会有很丰富的香前中后调 就会有很多层次和雁慧一样 嗯 其实小野的节目也让我对这个直顿香风的沐浴露 金油沐浴露小苍蓝有了不一样的心动了 结束直播了之后呢 我要带着这个对宴慧的感受 再去一起体验一下这款小苍蓝 我们来看看第三款 第三款就是生生 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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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很香腻的 我会把顾生和恒久嫩夫连在一起 恒久嫩夫 对 我们来找一下这一款 在这里 对 那这个恒久嫩夫呢 情调是甜美的橙花 闻起来就是一见清新 再闻一闻又有一丝丝 法国玫瑰的香味让人陶醉 那伪调却又有一些香草的味道 其实就像顾生 他很热爱梦想 从小透明坚持到大放光彩 所以这个玫瑰的这个香味 就像是刚刚我们提到顾生 我觉得坚持梦想的人 更让人心动 对 心动直眼 是往上在飙升 看一下最后一个节色 最后一个就是书言 道士说爱你的韩书言 我会把书言和我们今天的 霓光莫蓝连线在一起 会跟今天的主角连在一起 对 其实我刚刚就说了 霓光莫蓝的香味 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 它就是巧妙的在历史经典 莫蓝香分中呢 又加上了新颖的 蓝乌酒的香气 在酒香与花香中找到平衡 会让人有一些微醺的感觉 就像是走入午夜的玻璃花房中 这种感觉其实就很像韩书言 它外表温柔 但是内在勇敢又有个性 韩书言呢 是蛋糕是制造甜蜜和浪漫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香味来定格下来 邂逅的美好瞬间 是很适合情侣一起使用 我觉得小野真的无愧于 历史沐浴系列品牌大使的称号 一个是对于角色的揣摩非常精准 然后同时对于我们的很多香情 非常的了解 如属家珍 前中后调很多我 今天都是被科普到了 我们也期待小野未来能够在 角色上带给大家全新的一些惊喜 也可以跟历史一起来挑战不同的香情 然后同时在生活当中也鼓励我们所有的女生都可以勇敢地做自己 说到这里我们马上进行第二轮的这个抽奖 前方我们有一大波的福利要给大家送上 然后这一轮的福利我们特别多 因为我们说到是有这么多香情 所以我们要承包大家一年份的沐浴录 直播界小伙伴准备好 请问今天我们新品的名称叫什么 这个答案已经很明显就写在后面 尼光莫兰相分沐浴录 把这几个字打在我们的大幕上面 我们三位幸运小伙伴获得今天的大礼 这个大礼就是承包你一年份的沐浴录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请一下 也跟我们一起来开箱 三二一 接屏好我们一来看一看 看看哪三位小伙伴 第一位叫做刘存一份悬念 第二位叫戴草帽的牛仔 第三位叫做你好吧 星期六我们来给镜头一个镜头来一起看一下 我们恭喜以上的三位小伙伴 获得了我们本轮的礼品 稍后我们会工作人员跟大家来进行联系 没有重要的小伙伴也不要灰心 历史的惊喜优惠一直都在我们的进行当中 然后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一键下单购买 购买历史豪里感受摄像魅力 更有各种惊喜优惠快来get 周夜小野的同款相分 今日在直播间热抢当中部分商品第二件五折体 那我们接下来先继续来玩一个小游戏吧 好 这段时间有个很火的叫你画我猜的我发 就是emoji的一个小表情 所以平常会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或者说跟朋友聊天爱用这小表情吗 会啊会经常用 因为会很简单明了的表现出当下的心情 嗯我也没想到野子也是属于这个emoji的爱好者 那今天我们就要考考你啊 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emoji的一个表情 我们也需要小野来跟我们一起来猜一猜 然后他前面是我们的这个小表情 后面就是我们的产品名或者是一些角色名 我已经预告了很多 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 那现在看第一个 第一个幽灵 然后是莲花 这个好简单啊 对就幽灵媚夫吧 幽灵媚夫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答案 回答证券 幽灵媚夫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有点难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和产品有关 个蓝 是不是我们的蓝 小苍蓝 小苍蓝 其实它有小仓鼠 我们来看一下证券 答案 直出小苍蓝 回答正确 来看第三个 这个又有桃花 这有一个桃花 是我们的银润桃花吗 银润桃花 就现在就看这个小花 就是看一个花形猜出了 银润桃花回答正确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版页 都猜对了 猜得好快 我现在猜出来第一个 这个很简单 闪亮冰爽 闪亮冰爽 回答正确 闪亮冰爽 这个有玫瑰 就是恒酒嫩敷 恒酒嫩敷 恒酒嫩敷 对了 回答正确 这个 这个有 这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度 嗯 第一个是个洗玉的这个泡澡的词 玉后香分 玉后 这是后见 花香 花香 香 一百分玉后香分 那其实是slogan一半 玉后香分回答正确 好棒 看来平常真的很难用这个emoji的小表情 哈哈哈哈 来再看下一个环页 这个是什么 小女孩 新野姿 女孩 嗯 呃 呃 我爱野姿 哦 大家听到表白了吗 一点儿 大家在弹幕上面赶紧抠起来好不好 我看一下 正确单 哦 也爱椰子 也爱椰子 刚刚是称一波表白了 哈哈 我爱椰子 好了 那我们看下一个T 这个倒数说爱你 倒数说爱你 这个有点简单 对对对对 这个还挺简单的 倒数说爱你 下一个 这个太简单了 护星 护星 嗯 护星 其实我们很期待 看到小月的作品 嗯 大家都一直在等待中 好 下一个 嗯 嗯 别别对我动心 动心 对 别对我动心 这个挺开的 别对我动心回答正确 来看下一个 这个 哦 这个 这个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度 其实 星 还有什么 星 然后还有那个闪光的 光 霓光球 哦 霓光 霍兰 夜晚 嗯 夜晚 这是机器人吧 AI 啊 AI 啊 霓光霍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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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果然 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 唯有暗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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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唯有暗香来 回答正确 哇 恭喜小野顺利通关啊 其实我刚一直在直播间的各位也大家都一直在抢答 而且回答都很正确 那我们也犒劳一下大家好不好 好 第三轮抽奖来了 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要送出小野的签名照片 第三轮福利就是三张小野的签名照 请播间的小伙伴准备好 点击把你的这个历史弹麦四个字打在公屏上面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 究竟哪三位幸运小伙伴会获得大礼呢 我们要请小野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开讲 那三二一来小野来吧 好 三二一 好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三位 第一位 咕鸡咕咕瓜 应该叫咕鸡咕咕瓜 第二位 U-8QNCX20ZY2RK 好 第三位没办法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有点关注 宝贝 你没有点关注 我们只能跳过你了 再跳一位志清粉 志清粉叫我是一颗布洛芬 我是一颗布洛芬 恭喜上的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本轮的礼品 然后没有中奖的小伙伴也不要灰心 我们的优惠活动一直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然后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 所有中奖的小伙伴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大家的 也欢迎大家一键下 购买历史 好礼 感受 社箱魅力 更有各种的惊喜优惠 快来get周野的同款相分 今日在直播间呢 热卖当中部分商品第二季五折起 好接下来继续跟野子来聊聊天吧 其实今天野子的妆发 我们刚开场已经说了 很有巧思 也很完美 可不可以请教野跟野子们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美丽秘籍 可以啊 其实我今天的妆容就是用的是粉还有紫的一些眼影来搭配我们今天这个历史新品的一个地方 我们是那个霓光莫兰玛碎用的是粉色的眼影 那其实我觉得整体色系就是偏粉色一点会有一种温柔的感觉 重点呢是会用银色或者香槟色在鼻子 然后眉骨下巴眼头上面来点 然后让它们提点 在搭配上我现在今天扎的是一个高门 为一些简约的编发的造型 会让整张脸看起来非常的有神气 有灵气也有神气 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想请小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就平常你会对不同的颜色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会喜欢比如说比如说今天选的这个小裙子是这个紫色系的 我很喜欢今天的这个颜色 这个look 对我很喜欢今天这个look 因为我的妆容就是粉紫色的嘛 然后我想用这种就是这种粉紫色来配上我们这种紫色的花香调 我就觉得今天的装备和我们今天想推的那个离光墨蓝 颜色差不多 然后香味也非常的搭配 所以小野会把每天不同的心情 颜色然后香味去把它搭配在一起 是的 而且主要是离光墨蓝 它这种香味就是闻得会让人放松 而且百闻不厌 闻起来就是满满的高级感 然后超级长时间的流香 会带着一整天都在身上 闻得会非常让人舒服 其实这种粉紫色系是很温柔很提提这个气色的 身体呢 还有装容各种搭配的方面 我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灵魂搭配 历史宁光的墨蓝香 其实我觉得心得就是大家可以根据同自己的心情 然后去选择你当下的沐浴露 而且沐浴露可以流香很久的 流香久 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自己身上的这种微体香 是自己的体香 然后自己带着这种香味 在床上睡一觉睡一整天 然后发现床上也是香香的 一天都在这种香香的味道去工作去生活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有小巧思 就是我用沐浴露洗完之后 这个身上浅浅散发出来的沐浴之后的 这种味道和我们喷的香水的味道 是有点不一样的 对对 洗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包括晚上睡觉 我们可能有时候晚上睡觉前 不一定会喷香水 对 肯定很少晚上睡前喷 但是你睡前洗完澡 后用了这个沐浴露身上 留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味 感受就会很不一样 睡觉的感觉也会非常的舒适 就像刚刚小姐说的 要满满的高级感 这款很适合都市潮流的小姐妹们 然后留香20小时 也是从我们基底透出的一个自然体香 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闻到 都是持久芬芳的一个嗅觉感受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都是它的香味 还有洗完以后不拔干的感受 我们接下来要看看它的清洗力度 究竟如何 我们这样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这个小道具 今天我们要用一个荧光棒来测试一下 看看沐浴露是否可以把它给完全的洗干净 好 谢谢 这边是我准备了一个荧光棒 然后我想请小野在我的手上我们来试一试 荧光棒 对 它是有那个荧光的颜色 然后我们就涂在这个位置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 这个我们在镜头里面看有一点点反光 但是它这个荧光其实平常也可以代表 就是我们在脸上啊或者是身上残留的一些身体 比如说涂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现在呢 我手上的这个颜色它有一点荧光的 那我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在手上挤一蹦的 你逛蓝沐浴露看看它究竟它这个清洗力度是如何 好 我们先这样我们开一蹦 这有一个开了的 嗯 请小野帮我挤一蹦吧 这个一出来就有一股香 它这个香芯实在是满满的 我太喜欢了这种高级的这个香芯 然后其实平常在家里面的话 我们也模拟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吧 把它当在手上搭起来 其实我平常很喜欢用沐浴球 啊会起泡泡 对会起泡泡 我很喜欢用沐浴球 其实这么简单的搓几下 那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没有了 哦 对 写得特别快 写得特别快 我只想让它我的手上留香持久一点 大家其实沐浴露的话 其实平常洗完之后 我每天有一个习惯 就是在身上补满沐浴露 然后挤完泡泡之后 唱一首歌 把水关的唱歌 然后再把它洗掉 我再进来洗一下 一下子就洗干掉了 对 它其实很快就没有了 感觉很清爽 对 它是一款清爽 然后同时也会让你的肌肤 有这种拔干的感觉 嗯 好 我再打一下 已经完全没有了 嗯 完全洗干净了 而且我洗完之后 我觉得手的这个部分 治疗呢 因为在空调房间里面 还是有一点干干的嘛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你看一下 这个对比感 就是会很舒服 然后它很淫润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呢 它反观 我的两个没有洗过的时候 就是它这款会给我有一种 嗯 更滋润 但是同时呢 它也不是那种很油光的感觉 很舒适 挺神奇的 没想到就是沐浴露 不光是香味离人 不伤皮肤的前提下 清洁度也很不错 我们把沐浴露挤到手上 一搓就掉了 嗯 我觉得夏天啊 用它来洗身上的防晒啊 或者一些化妆品啊 素颜霜也是非常的安心的 嗯 它这是一款 非常宝藏的香氛沐浴露 嗯 而且它流浪持久 还能够深层的呵护 全家人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说实话 我刚洗完之后 我的手这样飘来上去 我已经闻到整个人身上 都散发出来的这种 悠悠的香味了 我现在已经要想准备 出去一会儿下班之后 出去玩一下 我觉得很实惠 全家人都能用 然后趁着活动期间 大家下单购买 考驾入手 更是不亏了 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 在直播间里面 享受到我们这个优惠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 专起时间 直播间里面进行下单 其实小野刚也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里面 用了很多的一些 霓虹灯带 嗯 就是后面 霓虹灯带 也是配合着我们这个 霓虹墨蓝香的感受 而平常呢 我们有很多在 公众频道上 看到大家的分享 落日灯啊 或者霓虹灯的一个自拍 霓虹灯也可以DIY 只要学这个技能 想要什么 都可以自己做了 哦 是吗 我就是看到很多网上 就是有很多人 会有那种霓虹灯 感觉就非常有趣 非常上镜 很有意见氛围感 我们今天其实 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道具 这个其实看起来 好像是没有亮 我们一会把它点亮 这样我们请小野 来制作一下好不好 这还没有制作 哦 就是把它们粘上去是吗 对 把它们粘上去 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霓虹灯 其实今天我们品牌爸爸也比较贴心 我们先做了一些前面的复杂的工序啊 剩下的一点点的话呢 我们请小野帮我们完成 这之后我们粉丝宝宝 如果想要自己在家做的话呢 最好还要小心 要小心撂到专业的场地去进行这个制作 小野贴了一个什么 贴了一个圈圈 贴了一个圈圈 它像有一棵椰子树 有一棵椰子树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看到椰子树就很想去海边度假 就全像一个大椰子一样 大椰子 这个椰子比椰子树还大 哈哈哈 其实是就代表我们很多的椰子啊 就像是小太阳一样照耀着小野 其实这里还有一点点寓意的也代表着品牌 也代表着椰子们对小野的爱 也希望小野可以跟历史一起下去 我们来把它点亮好不好 好 因为现场的灯光品牆 但它其实已经在闪片了 它闪了吗 啊 我看到了 它在闪 它已经在闪了 三十是不是看不出来 有一点点看不出来 它看出来看出来 因为它它有一点黑色的背景 有一点能看出来 关灯 关灯好 关灯洗澡 我们现在快快乐了 然后在这种忧连媚妇的这个香味 还有我们今天尼光末兰香分钟啊 大家一起来拍拍美丽的照片 非常可爱的一个椰子树 然后同时呢 也是一个非常梦幻的感觉 我们相信大家呢 一个是做了这个椰子树 我们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小板 但这个小板呢 我们其实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先把它点亮 哦 也点亮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墨兰 墨兰的紫色的墨兰花 其实我们也想给大家 营造一种漂亮紫色花朵的感觉 这两个板页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 也可以多发现一些生活里面的 小手工 小巧思 让自己生活可以变得更加快乐 而且拍照的时候 也有很多这种梦幻的感觉 嗯 就是有一种在晚上 就是去看演唱会的感觉 因为都很霓虹灯 对 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些这种小小手工 其实我们也是知道 像小野的话 平常拍照是非常的高级出圈 很有一些时尚感 我们这样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想给大家请小野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来一个剪拍 然后同时来教教大家如何拍照好不好 好好好 我相信很多椰子现在在直播间前很想要看一看 嗯嗯好 我们先说一说在拍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什么样的一小小思或小方法 其实就是要比较自信 先说理论 勇于面的镜头就可以了 勇于面的镜头 对对对 拍照姿势上呢 有没有什么 其实就是看心情 看心情 小野拍照会有什么样的特定的几个 没有 你就是随意的 对 比较随意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一起去来进行一个五连拍 那我们请小野到我们今天特别准备的一个拍照区 好 漂亮的拍照区 好有请 有请小野 这儿 嗯 那我们要不拿一瓶这个 我们先拿一瓶今天的助剧 好 OK 像正方的镜头 好我们这样五连拍 我们先来做五个post 第一个post 第二个post 第二个post 再想想想 好第三个post 哎这样我们后面其实有一个那个酒杯 我们可以拿着高脚杯一起来感受一下 哦一起拿 可以可以可以 它里面其实装的不是酒 那里面装的就是 哦就是我们的沐浴 对 今天里面装的就是沐浴露 好我们第四个post 第四个post 好再来一个post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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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我们最后一个post 是这个样子的 刚刚我们在弹幕上面 有很多的小伙伴 都在抠我们的这个小苍蓝箱 所以我们想请小野拿着我们的这个小苍蓝箱也 一起 一起 好 最后一个 对我们最后一个post 嗯哼比个心吧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谢谢小野 那我们先把这个先放放哈 好 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呢 我们直播马上也要到最后了 我们也要非常感谢小野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刚刚有没有存下这一波美图呢 记得一定要引运去支持小野的新片 倒数说爱你 那么说到这里呢 其实最后我相信大家在直播间最后 还想再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一款品 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一个呢是也想请小野来说一说 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有没有什么你比较想要给大家推荐的 还有想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一款的香型的特别之处 这款香型是尼光莫兰香 对 那它是由国际调香大师和AI调香师 一起合作而成的 那它的理念有非常非常好闻的莫兰香 同时呢它洗完之后会让你整个身心 变得很放松很愉悦 它还流香特别 就是24小时流香的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这香香的味道 度过开心的一整天 没错 尼光莫兰香其实是由国际的调香大师 特别调制的香型 它不仅仅是包装 非常的炫彩夺目 还像它的姐妹幽怜妹夫一样 同样是大气经典 而且是24小时的全天流行 因为莫兰花香刚刚跟小野一直在聊 它本身就自带这种优雅的属性 它里面还有一个特调的狼木酒的香调 还有珍稀的兰花油的加入 都让它多了很多微醺 以及清甜的气质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 无家奢宠的沐浴体验 值得大家去尝试 用过之后呢 你就是出汗了 都是香水的味道 去参加朋友的派对也很合适 非常推荐大家用起来 而且历史品牌呢 创立99年以来啊 一直领先香氛时尚 香油心声打破边界是真我 我们都用香味来 重塑当代的女性气质 为广大女性带来无限自信的美丽 没错 这款就是我现在最爱用的沐浴露了 嗯 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马上要到尾声了 虽然大家都有点舍不得小野啊 我们还想替小野跟我们分享一下 还有什么要跟椰子们说的话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也要注意好好休息 给自己放放松 然后用我们的历史泥光末 来香风绿露洗澡很舒服解压 洗一次澡香一天 希望大家每周也要开心 嗯 说的特别好 又是一个暖心的祝福 也希望所有椰子们的心啊 都可以 向着每天太阳 也非常感谢小野今天的到来 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正在观看 我们直播的朋友 还有我们的椰子们 同时也请大家持续关注 小野之后和历史品牌的合作 希望大家持续为历史品牌打call 支持我们的新品 泥光莫兰香风沐浴露 让我们一起不怕夜深尽情 还起来直播间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购买历史好礼 感受独特的香风魅力 各种优惠活动呢也不要错过 我们要一起跟大家说再见 要下次再见了 那最后要感谢小野 同时也希望 小野可以在更多的作品当中 跟我们一起来见面 好 好 我们一起跟大家说晚安好不好 好 所有的朋友们拜拜 晚安 拜拜 拜拜